就是大家在抱怨一下 最近發生的事情啊 結果我老公就說 有啊 上次抱怨某某女 現場有那個某某女的 好姐妹在現場 後來你聽錯了 我沒有講她 我老公說 你就是講她的某某某 因為誤誤她的 她還幫你 如果今天你三強 你是我學好的話 當初那個 進停車場的時候 就不會卡到 可能啊 一秒間我算 而且後面也有開穿的 然後被後面的人幫 對 我基本上數學 我就是只會加減乘區那種的 然後其他我聽不懂 連包括那種導航 每次跟我說 什麼兩百公尺要右轉 我都會想說 兩百公尺到底是多長 我到底哪一條巷子要右轉 這跟數學有翻嗎 那是上兩百隻吧 是嗎 沒有吧 因為我不知道長度 我們都要理解 這是那個長度的距離 妳理解什麼 我 我會開車啊 我會使用這個 左邊 右邊 對啊 我會啊 兩百公尺你無法分 妳有爸爸一眼看出 孫節姿是幾公分嗎 哪裡 數學技啊 哪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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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節姿 我哪裡是指數 身高一把 我們正經的節目 我會講那些五位 五位嘛 哪裡啊 哪裡 到底是哪裡 沒有... 我剛剛想像是說 是不是他站在... 好 算 越講越習慣 我就說了 我就覺得如果家長沒有去學校 跟著一起坐在旁邊上課 我到底要怎麼教我一下小孩啊 你不要教人家就是會給專業的 我跟你講 可以教就教 我回家如果看我女兒 冤雨呢 她在看國語 我就主動迎上去 你們什麼不懂 我們爸爸 我如果回家看 她在用數學 如果今天你三角色我學好的話 當初那個 進停車場的時候 就不會卡到 為什麼 人家就告訴你限高是 1米5 然後呢 你就看那個斜坡 你... 車子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多大排 你就說可以 你就進去了 如果你那時候知道 看出來大概是三十度的話 你就知道它斜坡比例 跟這個高是二比二 所以那個時候 那麼短時間算得出來 對 沒錯 我還想看他斜坡幾次 開車的人看到 一秒間我算 拆 拆 而且後面也有開車的人 會被後面的人發 對不起 等我一下 我在算... 我在算坡度 我在看坡度 我們那個英文老師 跟普吉班老師是同一個人 所以上課的時候 愛講不講很厭世喔 因為他要你繳錢給他嘛 到了晚上喔 又是他了 他在補習班 態度完全不一樣耶 還會在門口迎接我們耶 真的 不是 可是我們就因為這樣 在這裡也可以比較補啊 沒有 然後... 然後因為考題也是他出的 月考的時候 那他總不能說 同學這題也會出喔 不會 他會用眨眼睛了 你只要看他在講這題的時候 眼睛在那邊 你就知道 下個禮拜考試那題也會出來 以前我們那瘋老傳統 就是 考試學嘛 同學會把它寫在衛生紙上面 這樣他都不注意 然後就從一團丟給我嘛 可是我要怎麼看 我怎麼不到他那邊翻嘛 我就在那邊寫 哈哈哈哈 啾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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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照照你能用啊 好 這位同學 鴨跟豬總共只有十八隻 你這個四十隻豬哪裡 對耶 我還用考慮到 鴨跟豬會交配這件事 最厲害 最精明的是那個 以前傳統麵館的老闆娘 他一桌然後呢 然後杯盤一堆 然後要買單 拿過來 他那水餃 來... 八百五 OK 他那個心臟的力 對啦 那都很強 他那都很強 排名第二名 第一名是健身房 因為你到副球場 就是 他都女生組啊 沒有 他有時候你要教練啊 對不對 我們沒有帶教練 那是正經的啊 那不正經的就是教練 教練教你打 還要故意在後面環抱你 然後說這樣... 對 肌膚相親日久就生 我的教練怎麼都可以這樣叫 這樣練國標舞也不行 那更是第一名 當然可以啊 國標舞不行 國標舞 健身房 高爾夫球場 還有公園土豐舞也不行 對啊 土豐舞覺得不行 對啊 我每天在公園跑 那都是女生耶 對啊 你只要有肢體接觸的 通通都不要 土豐舞錯了嗎 土豐舞都是女生耶 對 很健康耶 有時候會參差一些阿伯 這個時候大家就開始 說那你知道 那請問一下 我老公還會滴滴答答對不對 我跟你講喔 我跟我老公親密次數 是一次都沒有 就已經都取消了 每次數大家就抱怨對不對 有次數也在抱怨 有次數就會抱怨是說 我跟你講 他前戲做得不夠啦 我都是還沒有準備好 他就是 已經敲門要進來了 我們都覺得很煩 那如果說這個前戲 要抱怨之外呢 還會說有時候 什麼射程長 射程短的 時間長 時間短 都會被抱怨 所以我們只能說 男人千萬不要去跟女人的聚會 你們的玻璃心 真的會睡得比 真的耶 吃那個也一樣 對 這有點恐怖 不做也有事 太常做也被抱怨 對 那你應該是前面那個問題 不是後面那個問題 問題是 他的小孩從來沒有單獨出門 對 他是老婆帶小孩出門 他在家脫褲褲子幹嘛 你去抱怨 去滴滴答答 話題喔 沒完沒了 真的 我老婆之前也是為了這個 要讀哪個學校 一聊 她幾乎把整個台北市的 每一間小學都討論過了 然後又變成陷入公立好 私立好之爭 對 辯論起來 沒完沒了 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如果你要帶男生去安慰閨女 我跟你講我覺得會是個災難 可是我覺得 聽著聽著 聽不下去的 因為男生在想事情都很單純嘛 對 就是那姐妹已經講得差不多 男生說 不要再跟他講沒有用 我一講你 下次也是一樣啦 OK 收工走 那次是跟我姐妹 大概兩三個我們就想 好今天我們就是一個放鬆的行程 我們去按摩 精油按摩 然後就是我有跟我老公說 我們要去哪一間 但是我跟他說我自己回家 就OK 好 然後我們就那時候很開心 而且很高級喔 你知道就一人一間這樣 好像很舒服 然後你今天有按摩 你不是會這樣趴在那個 按摩床上臉在那邊嗎 然後我就這樣按得很舒服 很舒服啊 然後已經要半夢半醒 然後就突然就聽到一個聲音說 我在樓下等你喔 然後驚醒 我看到我老公給我躺在那個床下面 這樣嚇我 對 對 沒有 原本到已經放鬆了 直接這樣撐起來 因為他就覺得很好笑 我跟你講我老公水瓶座 那個腦回路 不是 那那個按摩室 你沒跟你提醒嗎 沒有 他真的還是我老公 然後我老公可能就是 他就是想要嚇我 他覺得很好玩 就這樣 對 真正恐怖的是 因為他認識按摩室 把老公 他把按摩室 然後把他推開 然後變成你老公在按你 那你以為是按摩室 對不對 然後他做出調情的動作 我太可憐了 小姐 這樣子舒服嗎 你想更進一步嗎 好啊 然後老公 這就恐怖了 我跟你講 你已經是編劑了耶 我也覺得是線材 你不要把他們按摩 搞不好下次就這樣 我就是這樣的人 真的嗎 因為有時候老婆是帶小孩出門的 所以我們有說 小孩內部怎麼換這種困擾 但還好我家有貓 就是視訊 那個貓已經喵喵叫怎麼辦 你也要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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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找不到人 那你母女兩個人 那這樣我們就會疑心 深暗鬼啊 對不對 會想說出什麼事這樣 真的是茶不吃飯不想吃 真的啊 吃了三根香蕉 對 譬如說參加你的缺位 那你貴賓也沒囉 一次看清 他如果看上了 讓你很歐的那種 比方說你老公去聚會 看上小優這樣 對 因為小優以前有一次在我生日做 我老公大腿耶 你知道嗎 兩個人是 但沒有啦 我老公真的沒有愛他 但是 你千萬不要這麼相信 你老公真的嗎 有時候大魚大肉 媽要器材來講 他老公是器材 所以你說小優是器材 對 對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 夫妻在家裡面講的事情 其實就只是 可能只是抱怨 講講都過去了 不是真的多生氣 然後我就曾經可能跟他 抱怨過一個工作上 遇到一個女生的事情 就是有一次呢 就姐妹聚會生日 然後當天呢 就是大家在抱怨一下 最近發生的事情啊 結果老公就說 有啊 上次抱怨某某女 然後我就瞬間尷尬 因為現場有那個某某女的 好姐妹在現場 然後我就為了要緩和的氣氛 我說沒有啦 你聽錯了 我沒有講他 我老公說 你就是講他的某某某 對... 我跟你講 你願不讓他講 他為了證實他講的是真的 有說分 他就要講得更大聲 對 不是應該要一直踢他嗎 我老公真的是白目 因為我有曾經就是捏他 你願意捂住他的嘴 他還把你撥開 我就是要講 這是誰誰誰 我老公跟你這是一活的 我們容不得你們說 那句說 你胡說 你在女朋友面前 那他們就留在胡說 沒錯... 對啊 糾纏在一起這個辦法 就對付那個野狗 野狗他交配 只能拿冷水潑 潑熱水也可以 他們的閨蜜很可怕 前一個女朋友 然後就跟他的閨蜜 也是一起去唱歌 唱了唱了 跟女朋友就吵起架來 女朋友就負氣說 我出去冷靜一下 她前腳一走 那個閨蜜口口聲聲說 她們兩個姐妹情深 馬上租到我旁邊來 就這樣了 我當場整個人醒過來 這個世界長那麼恐怖 夫妻離開說 冷靜有女朋友沒那麼傻 她想想說幹嘛 我幹嘛離開 給她們兩個留在裡面 馬上回來 馬上又回來 那個女生幾乎是膛胎的 所以大部分人不分男女 都是愛情第一 友情第二 所以她跟你再好 可是愛情擺在眼前的時候 她趕快那一口可以吃 她不會放棄的 不要相信閨蜜 對 這是我的節目 講到錢就已經傷感情 因為我曾經有一任 我剛開始跑財經新聞的時候 我有個男朋友 他是財經專家 我就是把那男朋友帶回家 然後我媽當然也是 就很客氣 聊說 你是財經專家 很不錯 要記得多教教韓竹 讓他有更多知識 然後你也可以都教教我們 我們都也很想學投資理財 我那個時候男朋友 大概也是覺得說 那種上升了 就說阿姨 我告訴你 其實這種東西 你平常就 多看看報紙 多看看趨勢 你就能掌握了 像我呢 每個禮拜都要看很多雜誌 什麼什麼的 阿姨 你喜歡 我馬上就訂給你 你就看一看 看久了 你就懂了 那其實呢 每到逢年過節的時候 其實我也都會提醒 我那個男朋友說 比方說 端午節的時候 就是粽子禮盒到我家 過年的時候 寄烏魚子到我家 什麼就是那種 打好關係 就有一天我媽就問我說 妹妹 那個 雜誌都還沒有寄來 妳要幫我問問看 因為搞不好 搞不好寄錯家了嗎 搞不好地址寄錯 有可能 所以我那時候就去問我男朋友說 妳那個雜誌訂了沒啊 然後我男朋友就回我說 我烏魚子禮盒也送了 我端午禮盒也送了 妳雜誌也還來跟我要喔 雜誌一本不就才一百 二一年不就一千四 這個也要來跟我要喔 那我可是我心裡覺得 說得好像也滿有道理的啊 可是 而且我心裡覺得 要寄雜誌到我家 不是妳自己講的嗎 又不是我們跟妳要的 後來我跟我媽講電話 所以我講到這件事 就說我們就會吵這個 我媽其實心裡就會覺得 像這樣子 男生在跟你算這些的時候 其實 都是埋下不好的因子 就是一千會不好 我跟妳講 妳那個男朋友 不會為了一千四 她一定是 可能妳問她的口氣也沒多好 妳答應我媽的 雜誌耶 對不起 美女會很快的 妳要什麼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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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那時候結婚跟我大嫂 就住我們家 我媽對媳婦很好 就是看那個大嫂衣服沒洗有沒有 就順便幫她洗 這是對媳婦的一種疼愛對不對 那老人家一定會把這個事情 跟鄰居講 就炫耀自己說 對媳婦多好 我對他們情婦很好 她的衣服我都洗 妳被鄰居聽到不得了了 過兩天換我大嫂了 然後我鄰居 妳來... 妳有什麼不好的 人家都帶妳洗衣服 說妳這個媳婦 對 我大嫂哭到我累人 衝回家 直問我媽說 妳為什麼跟鄰居講說 那個我衣服都丟給妳洗 就這樣我誤會不得了 這樣就解釋牌了 我跟你講 大嫂得到訊息是鄰居說 妳媽媽在怪妳 衣服都不洗 還要她來老人家幫妳洗 那我媽媽明明跟你去講說 她對媳婦很好 都會幫她洗一瓶 其實媽媽是希望得到一句說 哪有這麼好的大嫂 對 常在討論的說 老公是豬隊友的故事 豬隊友... 那個口味不合 那媳婦就少吃 那個回房間以後 她老公說 妳剛剛給我媽飯吃沒幾口 沒有 那個味道太重了 就沒吃那麼重 第二天媽媽問兒子說 妳老婆昨天怎麼吃那麼少 沒有啦 從口味太重 變成噴 才一天而已變成噴 我哥哥和我哥哥的小孩 一起坐我男朋友車 然後你知道大家出去玩 小朋友不是在車上 要吃一些什麼米餅啊什麼的 然後到休息站 可能要買一些什麼 鯛魚燒紅豆餅嘛 你知道為了讓小朋友 在車上安靜 所以還是要餵他們吃東西 吃那個餅啊 那有的沒的 後來呢 到了休息站之後 我就看我男朋友都不講話 氣哭哭的樣子 我說妳幹嘛啊 就是都不講話 那不然超像 妳一個人不講話很乾啊 大家翻熱成一片啊 她一個這樣 所以男朋友就是 妳是不是雪寶啊 雪寶 雪寶 很難搞耶 妳在那邊講說吃麵食 我就可以想 她是我會吃臭臉啦 對 不能在車上吃都會 不是 妳知道那個愛車的人 妳知道那個餅乾 睡覺掉下去 吊在鳳裡面 男青 妳就讓一下嘛 人家小孩子要吃餅乾 難道人家要閉嘴嗎 對不對 小孩子在車上 不然他就給你尿尿了 會不開心啊 妳知道潘若迪更極端 潘若迪開新車對不對 載另外一個男藝人 那男藝人呢 不曉得他的禁忌 上高速公路以後呢 然後就從包包拿漢堡再吃 然後烤玉米 太誇張了 我的不過就是太誇張了 妳知道潘若迪 潘若迪怎麼做你知道嗎 也跟她囉嗦了 吵架傷感情 直接停路間 就要下車 然後 假故事 沒有 那個人真的就下車 還好離交流到很近 就下車 對 對 他邊走 下交流到邊吃 那那個我為什麼講男藝人 我的歌姓我一定會直接講 妳知道 因為她已經退出演藝圈了 我就不方便講她的名字 對啊 戴人一間不合時 你會聽哪一邊 愛人 家人 愛人是家人 愛是幣子來 請舉牌 是啊 是的 香菁也選愛人 你選愛人 因為角色 魚大哥會看我們節目嗎 不會 沒有 媽媽不要容易看到 媽媽不要媽媽 你會去被她打死 我媽也是 有一次她就說 她去參加誰的婚禮 那我本來 我一直說 問她紅包包多少 他們說 你包多少 我包很多耶 龍蝦也包 油飯也包 七湯也包 我就問你紅包包多少 你收過最大包的紅包是多少 六千 而且那時候圓山連酒 一桌差不多一萬五 那其他大概都八百 二十七年前啊 那你覺得包八百做了快一桌 怎麼可能不虧 我最大包是三十二萬 然後線車包了十八萬 你說 三十二萬是誰 三十二萬是我一個民間友人 做那個資源回收的 資源回收 對 很厲害 她做資源回收包給你三十二萬 你拿不下去 她資源回收 她一年賺好幾億耶 你 我講的資源回收 不是路邊撿垃圾的耶 她是收購全台灣的冷氣電腦 然後提煉貴金屬 OK 你以為我去收那個死荒老人 德國 對啦 就是給人家很多刻板印象 會 你們不是都很冷靜嗎 沒有 德國小孩當然也會哭 對 那個德國人還是有心 我們不是機器人 OK 那個每次尾牙記 那個常常在尾牙的場合 我就看到貝德羅 然後他好像怕被別人認出來 戴墨鏡站在最旁邊 然後在那邊滑水 因為太用力跳 會被人家認出來嘛 對 他每次都被我認出來 因為我是主持人 他們一跳完就要走 你化成灰我都認得你 沒有辦法低調 我們這五年來都這樣吧 就是AA 但是指 現場有 對不對 七女哥不用出錢 一樣這三男在AA 七女三男 如果你跟... 如果你跟少許要出去嘛 十個人 對... 這七個女生 有沒有機會跟我談戀愛 沒有他就不要了 應該是沒有 真的不要了 真的沒有 你不要計較這種事嘛 要... 你真的可以聊天 如果他不想跟我怎麼樣 他跟... 他跟你聊天 他不用錢嗎 跟男生沒人一樣好不好 他都是一個男的 我們就是妹不用付錢 所以你妹帶越多 其實你是越花得來 所以如果有時候妹妹可以帶我 連我子女都叫來了 那這個好處啦 對... 女生有沒有價錢 男生有價錢 那女生說 我要吃鵝肝啊 什麼...牛約 什麼牛排一堆 那男生看到價錢嘛 他覺得很貴 那你就不要... 他以後這麼貴 你不要這樣 其實他這邊的牛約牛排不好吃 我上次吃過 那個肉我很老的那 這邊的沙拉最好吃 對... 這個沙拉最好 用話術來引導他 符合你的預算 不會這樣 因為... 你都給他吃 帶他去吃米其林 對啊... 對... 很多人會覺得說 台灣有健保啊 就不需要再買什麼保險啊 事實上有很多 比較重大的 其實是 健保也是不夠的 那不一樣 因為你那個... 有的東西有健保 沒錯 可是你有保險的話 你等於可以申請更多的金額 對 那包含你住院嘛 那你如果健保 你就是健保病房嘛 對 你有額外的保險 你可以住雙人病房 甚至就是單人病房嘛 那有的是這樣喔 有的是健保有給付 可是你想要用更好的 那這個中間會有差額嘛 那差額你有保險 它可以幫你補那個差額 你可以用更好的藥 或更好的手術療法 對 所以還是有它的意義在 好 我這邊有名片來 要保險來找我 好順喔 好像是服務 接下來可能就是 某家保險的人 保險的人 我都考慮一下耶 那個巴菲特啊 不是巴菲特講錯 洛克肥樂 什麼巴菲特不是神嗎 他是誰講的 洛克肥樂講的是說 那個要怎麼有錢 你...那個 一般人是說 花剩下的拿來存嘛 那有錢的人 他怎麼變有錢呢 他是先存起來 剩下的錢才拿來花 就要洛克肥樂講嗎 對 洛克肥樂講 因為最近喔 臉書呢 有廣告在賣書的有沒有 對 每句話都洛克肥樂講的 本來是馬雲 對 跟馬雲 現在不熱門了嘛 對 剛換人 變洛克肥樂 我們小時候都是 這都是富蘭克林講的 對... 班傑民富蘭克林 對... 你們很喜歡說美國人 很愛喔 OK 好 因為美國人話多啊 對... 美國人創造金句 在國的一個市場 我進去的時候 有人拿一支錶要賣 我就不要 我幹嘛要五百塊錶 我就不要 然後我就進去 逛了兩小時回來 他還在喔 他又跟我講五百 我說我剛剛跟你說不要啦 他說不是一支 你知道他拿一盤啊 我說五百 那一盤裡面有十二支 莫子把他分享一個手法 就是 興趣就是跟屁眼一樣 跟屁眼一樣 就跟屁眼一樣 每個人有自己的 為什麼一定要用自己的 為什麼不講雞眼 他竟然會這樣的話 為什麼不講雞眼 沒有... 葡萄牙人的這個俗語 而且剛好你說的故事 興趣跟屁眼一樣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有自己的 就是每一個人對自己的 真的有這句話嗎 有啦 你沒辦法用葡萄牙文講一次嗎 但是不是Rockerfeller 用葡萄牙文講一次 你用葡萄牙文講一次 你講一次 那個屁眼的那個 你要把他在想的 根本沒這句話 你怎麼按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呢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喔 給我們更多意見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